3月18日,一位叫骑驴看账本的网友在评论区留言问我 小胡子,我看雪铁龙C6大降价不到13万就可以拿下了 那么和新款大众户端相比,怎么样?雪铁龙C6可以吗?能比吗? 我看到这个问题啊,就感觉这个网友就是个大傻屌 雪铁龙C6就是个B加级车 它的行车质感,底盘扎扎感滞车性和C级车相似 你别说大众卖腾,别说大众树腾了 你就是大众卖腾,怕它开没它们 跟这个雪铁龙C6形的质感,它也比不了的 天地之差,你一个树腾都比不了吗?比不了 雪铁龙C6这款车吧,车程长度就达到了4.98米啊 这就5米,走距就2米9 空间更加优秀,这是你树腾能比得了的吗? 雪铁龙C6是一个B级车,B加级车,像C级车靠拢 雪铁龙C6是个紧凑级车,能比吗? 你不要看雪铁龙C6降价了,你以为它很廉价,降价了 不止那个价位,你才拿大众树腾去比较 其实这个车我跟你说,觉得要比你卖腾 怕它们要好太多了 你以为这东西便宜了,便宜没好货吗? 那可不是,你湖南那边,湖北那边,掉掉这个价位 没几台,处理完就拉倒了,你还想它去捡便宜啊 啊,15万都买不到,知道吗? 它是这个法系EMP2构价平台打造的 所有的法系车,包括东风标志都是这个平台打造 整台车的车身安全是非常优秀的 A座B座关键部位都使用了1500到1800多%的热水运缸 车身强度,做翻滚车试,人家A座B座也是不会变形的 这个事情大众树腾能比得了吗?比不了 有人说,我买的车也不是来撞的 你买车不是不来撞的,那你看出事故的车有多血啊,多少啊 你人生只有一次,它能保命就足矣,知道吗? 你不撞它,它还撞你的吗? 当然了,谁也不想发生事故,对吧? 车身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其实我车身安全做得好的,一个是咱们国产 一个是法系车,一个是美系做得好 像日系和德系都不行,现在车身安全 C6搭载一个宝马和这个法系一起研发的 第三代1.8T的一个沃沦塞亚发动机 马力211啊 匹配一个爱信的8AT变动箱 这个发动机和变动箱,你输通就比不了 输通一个七档,干四双离合 连个四四都不舍得给你 你还给它叫唤啥呀,是不是? 还能练大锤胸孔碎大石呢 是不是?自己还有很牛呢,是不是? 其实你就是个疼 你悬挂也不行啊 对吧?虽然都是前后独立悬挂 你和雪铁龙C6 你根本都比不了 雪铁龙C6的形式质感 我告诉你什么样的啊 走平路的说 走油气路的说 它支撑性 咋的感 特别紧致 特别好 你感觉啊,这个底牌如果走烂路 是不是会很跌?不 当你真的走跌破路段,烂路的时候 跌破路段 它又变得非常的舒适 舒服 这个绝对是让你想象不到的 就像一个摩坦循环一样 知道了吗? 非常牛 四平八稳 无论是从驾驶之感发动 变成车的安全 都吊打你这个树档 树档一个1.2T 一个1.4T 增加了1.5T 1.5T 用上了米勒循环技术 增加了10马力 就倍到15,6,6,7万了 腰脸不 我希望啊 所有的冷门车型 产品力特别好的 然后就是说 叫好不叫做的 品牌力不是特别好的 咱们能降就降一降啊 把他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什么 日系车啊 德系车啊 拉下来 是不是 把他们哲修部给撕下来 他既然自己不好意思往下撕 咱就帮他往下撕 体无完肤 对吧